大家好 我是小玉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周报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两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呢 11月份台北股市的蓝图要如何规划 自从台积电的法说 这个接杆起义带领了台积电带紧了 AI股带领了台股往前冲之后 11月份呢还能够这么畅旺吗 那第二个就是众所瞩目的 GB200在第四季出货的同时 这些相关的概念股到底现阶段 还有哪些有投资价值呢 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带您来关心 那当然我们先把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来宾 先邀请出来就是我们的李淑芳李总 李总你好 卓宇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关键的时候当然要请李总来帮我们 这个规划一下11月份的台股蓝图 到底有没有办法延续10月份的气势 其实我个人认为第四季的行情 就是稻吃甘蔗渐入佳境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个人本来就认为7到9月 它是整理修正盘 再过来就是稻吃甘蔗盘 那为什么 它有几个利空我们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当然台积电在公布神机的一个 所谓的法说会的时候 我们就不多谈 可是因为台积电它在各国设厂 它拿了很多的货币 它不会有会退损失 可是那我请问你 那大部分的公司在第三季的会退损失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间点11月15号之前 是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第三季的财报 以我目前手上的资料而言 除了大型公司以外 大部分的小型公司的会退损失很严重 也就是说我们光是在第三季跟第二季 新台币的汇率的一个损失4% 所以很多的中小型个股 尤其是外销产业的 有可能接下来会受到财报的冲击吗 对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另外部分来讲 以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况 大概入死谁手还不知道 一下子贺锦丽 一下子川普 那以我们在录影的同时 其实是川普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的选股就很难了 因为川普就是个疯子你知道吗 他的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政策 不管是中美啦 或是在绿电啦 或是在军工国防啊 你都很难下手吗 可是历年来 美国总统大选 当然对于政治 或者是对于政经来讲 一定会有一些些的冲击 可是会有很多人说 都已经选这么多次了 川普也不是没有当过总统 这一次如果真的是 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 还会对美股或全球经济 造成这么大的动荡吗 一定是会的 因为可是川普有个好处啦 就是说川普其实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是很好 那刚刚就倒霉碰到COVID-19 所以他没有当选 不然以他的美国经济的那时候的成长率 他是很高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川普当他其实你应该有 那个终于还有一个印象 叫做川普投雇 所以他对股市上面是很有号召力的 也就是说你涨上去他就跟你打下去 跌下去他就跟你拉上来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变数 当然会有 那这个不变数里面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以后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所有的分析师就不如一个川普了 而且川普常常把美国股市在他在任时 一路的创历史 行高拿来当他的政绩 问题是拜登也是 也是有创历史 这没有什么好讲 但是如果以经济政策上面而言 整个一个川普是比较走向富人的 然后贺锦丽小姐是比较左派的 左派是比较偏向什么社会主义的那一种 就是说譬如说 你在加州你抢一千块美元以下 是不用被关的 你就多抢这个几个一千块 所以他们的犯罪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在做所谓的换区 就是说喜欢换到纯白种人区 原因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利空因素 当然你说选完之后 会不会这些利空的部分出境 我觉得是会 因为不然的话怎么会看 我觉得是会 但是你的选股的逻辑就要改变 这稍微留意 那利多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里面一路以来 AI像这一次台积电法售会说 AI泡沫没有 AI未来里面来讲话看得非常好 刚刚开始而已 我们在讲泡沫 他在讲刚刚开始 说实在台积电的第四季的法说 我不得不佩服这一家公司 也就是说 挥达他只有成长8.3% 他可以到11.5正负2 你知道吗 这个数字上面是为什么 就是他加价了 他涨价一定是非常的一个成功的 所以他就变成挥达没那么好 他很好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那你现在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有很多消费性产品在2024年 都没有卖出去 不管AIPC或是AI手机的部分 那进入到欧美 他的耶诞节到感恩节 就会开始什么 销售旺季 他会开始打折什么什么 那会不会因此而刺激消费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可以留意 因为最近里面 美国在公布零售销售数字 我们发觉到非常的好 也就是他们通膨里面 已经呈现下降 所以他们消费力道又开始出来 所以会有一个消费力道的一个旺季 就是销库存 我讲白点是销库存的部分 那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慢慢随着10月的下旬 到11月份之后 虽然我们还有一个季报的一个利空 但是你的季线上面来讲的话 就会翻扬向上 你就没有向下牵扯力 也就是你的月季线 花是黄金交叉的 那你的周KD 早就已经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那周KD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那做个预告 那就是有机会挑战24416 那24416之上 我们知道在整个一个台积电法说的时候 台北股市出量 那这个出量会不会是 在这种过程中 会变成一个转弱的讯号 那很简单 那你就是看他出量前一天 是不是有个多方的一个缺口 多方缺口的一个所谓的下源 当做你极短线的关键 你出量就代表说 你的复合底行有机会突破 可是你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 就是你出量的一个缺口 多方缺口的下源 如果能够守得住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也有观众说 问题就是涨太多你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讲说 台积电我一直跟人家讲 他基本价值就是1000块 那如果以他第四季的获利上面来看 是有机会变成基本价值1100 1100 对这就是我想要请李总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24416有没有办法站稳 以他为地板再往上攻 其实最主要还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要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这次法术会公布出来的数字这么好 第四季呢 他的财报数字也能够继续成长吗 当然是如此 因为以他的法术会的一个营收的预估值 跟他的毛利率的预估 因为台积电以我在股市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嘛 经验他错的几率只有两三次 所以你觉得1100已经是他的地板价 对 1100应该是说他合理的投资价值 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里面真的有碰到 好股碰到倒霉事情 过去里面大概是900 你买到1100一定赚 现在就是说 假设你1000买 那你到1100赚 可是终于会说 那问题是他反说会当天就1100了 那怎么办 我说1100以上看名 为什么说看名 就第一个你要看美国股市 在这种过程中他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当美国的零售销售数字 美国的通膨 美国的非农就位人口都非常好之后 美国有可能降息速度 马速都会变慢变少 那请问你如果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可能再把景地拖下一次 这个就是未来2025年的变数 所以台积电有没有办法站稳 1100的重要关键 其实不单单是他的成长背景 而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经济 或者是整个大盘的方向 对 因为说实在的 整个一个台湾跟美国而言 都是倾斜性的经济复苏 那台积电之前的法说 艾斯摩尔不跌翻掉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整个一个这边我们就要来看说 台北股是我个人认为24416是会挑战成功的 但是距离你总不能说现在看24416很近 对不对 或是什么 那24416未来会到25428 如果以技术面而言 你应该有机会挑战25428 那就是在关键在量 你量如果能够譬如说台积电的法说 你出量了对不对 你总不然后来又没量 然后又跌破了那个出量的低点 那这样的话就还是在复合提醒里面 那24416就是本坡的高点不会距离太远 那如果说是能够持续的出量 然后慢慢的第三季的财报的利空 能够利空出境 那我觉得台北股市挑战255以上 如果用技术面算是25428 那就有相当大的一个机会 但是在季线还没有上扬之前 我觉得一定会上扬 那再过来就是第三季季报 是在11月15号之前公布的时候 你在投机个股麻烦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11月份 到11月10号之前 你先获利了结一次 等到全部都公布完利空出境之后 那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在针对投机个股 你要去做操作 适度的投机 那都无可厚非 所以李总认为在这里24416轻轻松松 但重点是有没有办法站稳 甚至上卡255 这是从技术面当中的推论 在第四季是有机会的 如果量能能出来 季线能够走扬 再者第二个台积电的部分 1100已经算是它的一个地板架了 接下来呢 还有没有空间或者是有风险 李总也说了 其实不单单只是要看台积电 因为它很好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可是全球的经济 美国的通膨状况 这也会影响到台积电 有没有办法继续上工的重要关键 那第三个呢就是季报要公布了 11月15号之前这些季报公布 有一些中小型电子股 可能会对损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个公布之前 可以先获利了结 然后公布之后 再来择优布局 好 这是李总对于11月份的规划 那接下来下个阶段 我们就要继续把焦点锁定在台积电了 大家都知道它很好 但是1100下不了手了怎么办 我可以选供应链吗 可是很多供应链的个股 这个本益比也是很惊人 该怎么挑选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릴阶段回来 是